看到这三个字没有 兄弟们我到浙江了 2022年11月21号 下午的4点20 23分 我到达了浙江 跟熊哥在这吃个早餐就出发了 看他这边的豆花 甜的 吃完就走吧 吃完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熊哥往这边走 然后去上班 我往这边走去杭州 后果有期 后果有期熊哥 走吧 拜拜 哇 海边这风景太好了 海边这树 笔直笔直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反正是看着像山树 出来了 今天中午就 不吃饭了 买了面包 吃个面包 啊 这个 那就啥 这个位置 可能这两天蹭饭蹭多了 支持 发炎了 根本就 这边脸都肿了 难受 就不想吃饭了 吃饭 吃饭也难受 啊 就在路边 吃一个这个面包吧 嗯 这叫香丝肉松面包 5块5一个 里面是红豆 挺好吃的 嗯 吃完就接着走 今天就往浙江发炎走 这个是浙江嘉兴市的关口 今天已经是11月21号了 下午的4点20 太阳开落山了 我进入嘉兴市之后 我就找地方露营吧 不往前期了 进入嘉兴市要警察啥 我就走自行车通道啊 这通道 我看一下 你看哎呀 好像没有人查 嘉兴市市区还有25公里 寒州还有122 也不提到嘉兴市区了 往这过了这关口 就浙江范围了 就在这旁边 找个地方露营吧 看到这三个字没有 兄弟妹我到浙江了 2022年了 11月21号 下午的4点20 23分 我到达了 浙江 进入浙江 刚刚的路口没人管 然后到这 有个通道 他需要做一个核酸 然后我把翠花放在那边了 我过去做核酸 做个核酸之后会有一个通行证 拿个那个通行证 他就能过去 我以为没人管呢 我还说没人管的话 那我到浙江的 进去之后自己找个地方做 他既然这里能做的话 那我就在这做一个 省得我回去 省得我过去的时候找地方 还挺好 230做完了 得到了一个 看这个 我现在走在的是 320国道嘛 他这有个320国道卡口 单次有效 期望出口的回收 必须得有这个通行证 没有 有这个通行证你才能过去 这几天从上海方向来的 来的到嘉兴市区的 都是需要这个通行证的 要有这个通行证你才能进入嘉兴市区 没有的话你进不去 回来了 自行车翻在那 看看 哇 可以进去 包在这自行车在这 哈哈 坐好了 好谢谢您 谢谢您 哎呀 走了 祝您工作顺利 拜拜 走了走了 过来了 天黑的好快呀 马上又要天黑了 录影地还没找到 今天晚上 也不想吃饭了 一点都不饿 没有胃口 主要是 牙齿发炎了 找地方录营 然后也不想做饭 竟然饿一晚上 牙齿 就是领的一半人说话 不利索了 我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 牙疼不是变 疼起来要人面 呵 不过我心理作用好 我就觉得我心里面一直在想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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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真的就不疼了 心理疗法 这有一条小路 我从这条小路上来了 然后把翠花靠在这 这个位置是可以露银子 但是距离桥啊公路太近了 我再往里面去看一看 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合适一点的 我在地头上看了 这周围很大一片区域全都是居民住宅区 就只是这一片 有一小小有一小个三角形的 嗯这个绿花带 啊这个地方都可以露银 但是都距离桥有点有点近 这样天也蛮黑了 我也就不打算走了 就在这附近 将就一晚吧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 啊 但是距离公路确实是近 没事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吧 自行车在那边 我先去把自行车给推过来 先把东西卸下来 帐篷就搭在这 啊 啊 帐篷就大概就搭好了在后面 然后 我把东西都已经翻到帐篷里面了 不过今天晚上我没有水喝 我要去附近买点水 啊 虽然不做饭但是得去买一瓶喝的 口有点渴 就是牙这里难受的 一直在喝水 所以今天早早就把水喝完了 现在没水 去村子里面买点水吧 买了一大瓶 还有一个小瓶 太渴了 我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 沒了 OK 回吧 下雨了 下雨了 天 五五点 这个雨 啊 下吧 下吧 下雨雪舒服